第三个三体,在室温下,在甲乙丙丁及物五支室管内,加入不等量的食盐与水如表所示 已知其中,丙室管容易恰好达到饱和,则哪一支室管中有胃溶解的食盐 我们有胃溶解的食盐就表示超过溶解度 那我们的饼叫刚刚好饱和,刚刚好可以溶解 发现它的比例,水跟盐的比例是3比上1,所以水是3,盐巴是1 所以如果比例超过3比1的,就表示它超过它的溶解度会有胃溶解的盐 如果比例不到3比1的,就表示它是可以全溶的 甲的比例是2比1超过3比1,所以甲是超过它的溶解度 所以甲应该会有胃溶解的食盐 而乙呢,比例是4比1,比3比1小,所以呢,乙就是可以全溶的 这个不会有胃溶解的食盐 丙刚才讲过,它刚刚好饱和,所以它也不会有胃溶解的食盐 丁的比例呢,也是3比1,所以它跟丙一样,是刚刚好饱和 所以不会呢,有胃溶解的食盐 而乌的比例呢,是5比1,也是一样比3比1小 所以它也可以全溶,所以它也不会有胃溶解的食盐 所以这里会有胃溶解的食盐,只有甲 第33题问我们说,则哪一支饰管中有胃溶解的食盐 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甲